这堂科我们要来画一张有三只小羊的龙色的景致 那首先我把设计品先准备好 先准备打稿的土黄色 三只绿色浅中深要画树叶跟草 咖啡色要画树干跟房子 黑色要画羊的头跟羊的角 灰色要画羊的肚子上面的羊毛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怎么来打这个打稿 怎么来画这个构图 首先我们要先画这个水平线 我们在构图的时候事实上不是一条线 是很多条的线 那因为我在示范 所以我必须画深一点 免得你们看不到 所以你们不要画那么深 只要你看得到就好了 把构图的水平线先画出来 好 然后呢 再来画这个房子 房子的话长边先画 先画长边 好 再画短边 那记得这条线跟这条线是水平的 这条跟这条是水平的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拉另外一个边 然后再往下延伸 好了以后 屋顶它有个凹槽 这个是画出来 画了之后你发现 这条线不对 所以要过来一点点 好 那这边有个凹槽 把它画好 然后呢 屋顶呢 它有厚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稍微画个厚度 有些线是等一下我们要把它擦掉的 所以我们先大概把它画一下就好了 好了以后 这边有一个窗户 这边有一个门 好 房子大概就好了 那现在的形状 不一定是等我们要画的形状 慢慢修 太大要修小一点 太小要放大一点点 那我们先大概把它的样子先画好 好 接下来画树盖 树干 我们先把它的样子形状 先大概定一下位就好了 然后呢 再次慢慢修 细节 好 我故意画深一点 是怕你们看不到 再把它加强一点 好 然后呢 上面的树啊 它有亮点 所以我们把亮点的位置 把它点出来 把它点出来 这是 这边是暗的 好 这边是亮的 暗的地方 亮的地方 好 好了以后 三只羊 我们先用椭圆形 代表 一只 一只画深一点 两只 三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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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时候 它再修它的形状 好 它头的位置可以先画 它的脚的位置 一二三四 好 先大概的 把它的范围 等会我们在修正构图之后 再来 慢慢的把它 化成我们要的位置大小 然后接下来就是草的位置啊 这个下面的草的位置 我们会先大概把它的范围标示出来 那我今天构图 会比较 刚开始构图 示范给你们看 当然会比较深一点点 那事实上 你们打稿的时候 不要那么深 轻一点 只要你自己看得到就好了 越轻是越好的 因为你越轻的话 都会插的时候 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去插 那是基本的构图的方式 先从拉这个水平线 画这个房子 画这个树盖 然后呢 画这个亮点 还有三只想象的位置 然后炒着分布 那基础上 我们的这样的构图也差不多了 那接下来时间 我们就是要自己去修正 它的形状 让它符合我们想要的 它的大小跟配置 好 慢慢搭告以后 我们把它修正成 我们要的大小跟形状 好了以后 颜色比较深一点点 所以我们要用橡皮 才把它擦掉 然后我擦的方法 是用转圈圈的方法来擦 有的纸张很容易把它擦掉 所以你们要注意啊 不要把它擦不见了 擦不见你看不到 事实上 你在画的时候会有点困难 所以呢 你的擦的时候要小心 只要是擦到自己看得到的范围 就可以了 把它擦淡一点 那因为我用的是 那个日本的象牙卡 它的好处就是说擦不掉 但是可以擦得很淡 那有些图画纸 它一擦就掉了 所以你就看不见 所以你要注意啊 选纸张的时候 你要了解你的纸张 它大概是可以到什么程度 我们要把它擦淡了 我擦淡的方式大部分都是用转圈圈的方法来擦 转圈圈了 我觉得它效果比较好 然后擦淡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 其实是越淡越好啊 那是只要你看得到就可以了 那如果淡到看不到啊 就建议不要擦这么淡啊 我刚把那个后来修正好的三只小羊的龙色 紧致拍成照片 就是还没擦淡之前的照片 有给你们大家看哦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的位置 修正后的位置 它修正前跟修正后的样子哦 可以参考一下 那每个人的色笔不一样 纸张不一样哦 当然出来效果也不是一样的 我自己画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用的纸张是别的纸张 它画出来的感觉也是不同的哦 所以我们只要学习方法就对了哦 至于画出来的样子 或者说质感差多少 我觉得这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 只是我们的程序跟方法就用对 就是说哪边先画水平像 假如以这张来讲的话 我们当初构图的时候 会先画这条水平线哦 然后呢再来画房子 然后树盖 三只小羊的位置 草的范围 亮的地方 暗的地方 这个是事前都要先画好的 先想好的 好 我们插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插的那么淡 也许你已经看不到我的图了哦 但是我有把那个图 拍成照片给大家看哦 那你可以看我的图来画 我现在插的很淡了 我在想你应该不是看得很清楚我的 我的那个线条的哦 真的是很淡 好 那首先我们来先画什么呢 先画房子 这个房子要画之前哦 一定要把纸上转一下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画这个线的时候 直线比较好画 那如果你是横线 很容易歪掉 那如果你有把握 你也可以直接 都不要转 直接画 但是我觉得 对于新手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把纸张转一下 它的效果 会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边都描好 好 先把人图画 这是屋顶的 厚度 这是那个门 门窗我可以先画 现在要做个建层 我们一域都是 左上方比较深一点 左下方比较淡一点 它有个门框 这是我们比较转一下才会建 门框先画 好 窗的框 也先画 好 那我们来画它的瓦片好了 瓦片 画瓦片的时候我会转直 我觉得直线比较好画 横线新手很容易画歪掉 所以你就把 还有一个就说 如果你就画不管你画什么图 都是一样的 你第一次画跟第二次画应该都会不大一样 而且事实上是越画越好 好 然后我们先画第一个最上面的这个瓦片 分隔 好 然后接下来两格之间再加一个 两个之间再加一个 两个之间再加一个 好 那现在画好了 好了之后我们来翻到这边的好了 我们这个屋顶的下面会比较矮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刷一下 好刷好以后 这个地方也比较矮 我们把它先涂深一点 好 再把它涂深一点 好 好了以后我们开始来刷颜色 那我们的左上方 都是比较矮 都是比较矮 暗一点 然后呢 为了怕你把颜色涂出去 所以建议你顺着这个边边 先刷点颜色 然后再把它加厚一点点 然后屋顶上面是一样 先把它刷好了 先把它刷好 然后再来加厚一点点 然后来做鸓按 有些亮的地方 我们是等到最后刮完的时候 再用暖橡皮 把它黏一黏 制造它的效果 那这边是比较暗 这边比较亮 所以左上是暗 然后下面是亮 好了以后我们一样 这边写给它画直线 然后加点厚度 这是避免你把 不小心把这个颜色画出去 我们这边稍微暗一点 然后就屋檐下面 比较暗一点点 好 然后刚刚先画这个直线 再画这个横线 然后现在是斜线 好 然后门跟窗都不用避开 直接刷 好 这边也是一样 这样的地方我们都是最后用暖橡皮擦出来的 所以我们就先整个把它涂点颜色 好 这是我们要做一些斑波的效果 什么叫斑波 我必须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斑波的效果就是像这样的线条 放大像这样的线条 它是像斑波 那斑波也有深跟浅 然后呢 我们这边接近这边是深 这么快一些 比较深的 就是说旧旧的瓦片啊 旧旧的砖啊 旧旧的房子啊 它都会是 我们会这样来画它 好 那靠近这边就变淡一点点 所以左边深 右边比较浅一点点 好 那这边就反过来了 这边比较浅一点点 这边比较深一点 好 那这个地方 它是屋檐下 我们可以稍微加强一点 让它暗一点 让它暗一点 然后我们等会要处理软橡皮的部分 是等到最后全部画完再来处理 现在先不要管它 那学画画要知道整体的上色方法 那我们今天画的还不叫整体上色 我们是个别画东西 等到以后的话 才会教大家怎么整体上色 然后呢 这边要画一些装饰线 就是连续的短笔触 还记得什么叫连续短笔触吗 好 给你们看 这叫做连续的短笔触 然后我们有长有短 有的可能只是一个打工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做什么 装饰作用 装饰 那刚刚这边我们都没有在画它 所以画完之后 要把它轻轻刷一下 让它有点颜色 然后亮的地方就是 等一下我们要用暖橡皮 把它擦出来 等会来教大家怎么用暖橡皮 你看这个房子就差不多画好了 这个房子 你再看一下有没有要修改的 好 可把门框再稍微加深一点 这样的房子就画好了